在这个盛大的外交部西别卫部长的协会里面 杨西坤次长首先致辞 赞扬卫部长在过去五年中对于政府的贡献 他并且强调虽然今天晚上他们是西别卫部长夫妇 但是在今天上卫部长夫妇是永远跟部里的同仁在一起的 卫部长接受了杨西坤次长所致当的纪念品 然后他也是杂词 他对于不理同仁对他的正义表示感谢 并且也表示今后如果有机会 他将继续向政府提供他的意见 卫部长今天接受了刘后哲跟我的访问 请问卫部长我们知道您那个一生从事了 那么长期的外交奋斗工作 今天在这个盛大的西别会里面您有什么感想 我的感想就是在这五年的工作 我们所以能够因应这个我们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大家这个在总统领导之下工作不相配合 密切的很密切的配合 那么今天您那个退休了以后啊 我想您在过去一个忙碌的时间跟今后的一段比较清闲的时间 您在心理上你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适应的打算 我目前我是希望休息 休息个相待时期和这个计划了 那么您这个正好您带着总统府制定这个工作 也能够我这个符合您希望休息的